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外焦李诺 香味浓郁的牛肉饼 先把牛肉切成块 切好后放到嚼煮机里 搅成泥 把搅好的肉馅放入大碗里 加入食盐 胡椒粉 蚝油白糖 打入一个鸡蛋 放一勺淀粉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把洋葱切成水丁 中间再剁几刀 使得更碎一些 过来油热倒入锅里炒香 然后倒入肉馅里 用筷子搅拌均匀 先放在一边 再准备和牛肉同样多的土豆 切成片放入锅里把它蒸熟 蒸熟的土豆用铲子把它压碎 也不用太碎 有颗粒感更好吃 把压好的土豆泥倒入牛肉馅里 在手上戴好一次性的手套放在 把土豆泥和牛肉馅充分地抓拌均匀 抓匀后 揪一小块放到手里 两手来回它摔打 整理成圆形 用手按按扁 这样一个牛肉饼的生培就做好了 放到准备好的油纸上防沾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不用解冻 直接放到锅里煎 电饼铛提前预热刷油 把牛肉饼放到电饼铛里 掀开大火定型 在表面刷食用油 盖上盖开中火烙汁 在中间来准备个汁水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淀粉 拌碗水 搅拌均匀 倒入锅里 熬至粘稠 牛肉饼一面烙至金黄 翻过来烙另一面 两面都烙至这样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加上刚才调好的料汁 真是太香了 感谢支持 下期见